这应该是我在上海的最后一个Vlog 因为我要离开上海了 今天跟我家庆祝吃一个饭 然后现在没走 现在我吃完饭了 然后一会儿约了我朋友喝下午茶 我吃了一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我来点啦 给我来点啦 给我给我来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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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太辣 烂喝酒呀 热酒不要加的特别辣 每次上人必须辣 现在有酒要得拿 花了辣的每一天我必须要吃点辣 哎 嗯 菜的特别辣啊 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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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猪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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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 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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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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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商店是上海目前特别火的一家liquor store 尤其是特别受年轻人的欢迎 这里酒的品种特别的多 听说在这里可以找到世界上所有的啤酒 到了晚上很多年轻人喜欢在这里买完啤酒 就在路边喝酒聊天 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潮流 2020年1月23号我回到了上海 那天正好是大年夜 在那天之后全国上下经历了满长的三个月的隔离生活 从小就在外漂泊的我因为疫情导致的航班取消 阴差阳错地留在了上海 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整整一年半的时间 于是这一年我和家人一起出去旅行 去了好多地方 做了好多事 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 这一年也和很多老朋友经常见面 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之前很不喜欢这句话 听着很伤感 但是现在我觉得 这大概就是生活吧 我个人在思想上 心智上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同时解锁了新的技能 也长了很多见识 总之2020年对我来说 意义非凡 有太多感慨和感恩 都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生活的意义就是不断地改变 然后去创造和经历 所以我又要背上行囊出去闯荡啦 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 生命中的每一个下一秒 都是一个盲盒 现在我期待着 一个一个的打开它们